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池日本的美食日报 这家餐厅在全日本居酒屋类别中排名第一 却只是一家小小的破旧店铺 它只有一个吧台,只能容纳十个人就做 空间狭小,转身都困难 到底为什么这么人气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云池 第一道是凉拌河豚皮开个胃 河豚皮口感很有韧性 吃起来有点像海蛇 但比海蛇更有嚼劲 这次主厨将河豚皮进行厚浅 每一块河豚皮都保持着Q弹的口感和肉质的鲜嫩 调味方面,醋和小葱的鲜爽口感 再加上一点点的辣椒粉提升风味 第二道是表皮用薅草熏制过的春鱼只有一片 加入适量的盐和生姜调味 鲜嫩的口感表皮酥香 随着咀嚼散发出柔和的风味 第三道菜品是自过的春鱼 酱油自制而成 在自制的过程中春鱼肉质渐渐变得软糯 慢慢地将酱油的咸味吸收进了鱼肉中 形成了独特的咸咸风味 非常适合搭配清酒 第四道菜品是煮扇贝 首先将扇贝焯水两侧 然后再浸泡在冷的出汁里 在出汁中扇贝逐渐吸收了汁液的味道 同时撒上了柚子皮 柚子皮的清香为扇贝增添了一份清新的味道 吃起来扇贝非常软嫩 还带有淡淡的甘甜 第五道菜品是烤扇贝 这一道和上一道扇贝的口感完全不同 烤扇贝是扎实的纤维状的口感 搭配上腌渍的钓鱼内脏 同时有制烤的香气 在口感方面 咸咸的钓鱼内脏与扇贝的甜味完美融合 让人不禁想要再喝上一大口 第六道菜品是梭子鱼 先腌制再进行制烤 鱼皮变得酥香 鱼肉则保持着半生的口感 今天的锁子鱼富含丰富的脂肪 制烤后使得它的甜味非常的足 这七道是海参的料理 配以芝麻 葱段和香菜 如果滑嫩又不是咬劲 仿佛在口中轻轻一咬就会爆发出鲜美的味道 很有国内凉拌菜的风味 另一个小碗里是海参的肠和海翘的腌菜 柔滑的口感 咸咸加上微腥的味道 也是非常下酒 第八道是安康瑜的鱼干 绵密 唇香 这种食材就非常适合搭配浓郁甘甜口的清酒 这波老板就拿出来了甜酒的情人节限定的贵酿酒来打 贵酿酒是清酒的一种 是在酿酒的过程中用清酒代替一部分水 所以酿出来的味道会比较甜 完美地搭配了安康瑜干的绵密唇香 喝上一口酒香和鱼干的香味交融在口中 第九道是河豚的白子 用酱油和蛋黄调了个酱汁 倒入刚刚蒸熟的白子上 冒着酱油的香气 搭配着蛋黄的细腻口感 白子像豆腐一样丝滑 吃过一半后 再加上一勺米饭 做成白子的生鸡蛋拌饭 用筷子搅拌后 米饭与白子的口感交融在一起 细腻的口感与微咸的味道 让人忍不住再来一口 第十道是烤河豚 微微地进行了制烤 只加了盐进行调味 因此保持了河豚本身的清香味道和口感 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肉质鲜嫩 弹牙有嚼劲 随着河豚肉在口中嚼烂 河豚本身的甜味和淡淡的鲜味 逐渐散发出来 主菜是牛舌料理搭配土豆泥 一整条牛舌豪爽地进行后切 炭火烤到三成熟 加上黑胡椒调味 后切的牛舌鲜嫩多汁 又不失坦韧的口感 黑胡椒的香气与炭火的烟味相互融合 搭配的也是非常棒 而炖牛舌则口感非常的软烂 旁边一坨是不起眼的土豆沙拉 这个居然是出其不意的好吃 浇上大满风味的甜咸酱汁 再加入一些荞麦茶粒 带来酥脆的口感和清新的香气 最后再滴上少许的松露油 让沙拉整体更加浓郁 也更加富有层次感 主食是生鸡蛋拌饭 将新鲜的鸡蛋打在刚刚煮好的米饭上 用筷子进行均匀搅拌 让蛋液充分包裹住每一粒饭粒 使得米饭的口感更加柔软 蛋液则更加醇厚 蛋液浸润着香喷喷的热饭 口感顺滑细腻 可以直接咽下去 今天这家第一的居酒屋 这个套餐全是下酒菜 不喜欢喝酒的话 真的不是很推荐 食材呢还不错 但是料理手法比较简单 味道也还可以 但是全日本居酒屋排名第一 有点名不符实 菜不是最好吃的 环境也不是最好的 基本上没有服务 可全可点的只有酒的品种丰富 还有不错的性价比 连吃再喝也不会超过一万日元 你觉得这家店能够吸引你吗 今天也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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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